《馬南姑娘》這首是花東地區的阿美族很流行的一首歌曲 原來是阿美族的歌手盧敬之 他所做的詞跟曲 弦力非常優美 常常被拿來當作台灣原住民的代表歌曲 這首曲子描寫的是阿美族的 我們知道阿美族是一個母系社會 女性擁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 所以阿美族的姑娘 其實他們很早就有自由戀愛的風氣 這首曲子的歌詞其實蠻勁爆的 我一邊給你聽 他說父母親愛的父母 請你准許我跟這個青年的婚室 如果你不答應的話 我就要去握在鐵軌上 讓火車把我碾成三節 這個歌詞竟然是這麼勁爆 但是這首曲子的旋律實在非常的美 那我利用這首曲子的旋律美 再把它加以調性調式的變化 就寫了這首馬南姑娘的動消獨作曲 這個曲子啊 其實它原來的旋律是這樣子 非常好聽 我把它原來的旋律吹一遍 你聽聽看你就知道你聽過的 我相信這首旋律大家應該都聽過 就是原住民的代表曲目 馬南之戀 我把它改成馬南姑娘動消獨作曲 我這麼說 我聽聽看 我從來沒有 我從來沒有 我聽聽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